输入应该都是文字 但是VBA有个好处 它会自动帮我转 当然比较标准的做法是最好 在这边加一个Cint 跟刚刚那个input box很像 不过可能要加很多个 我想这个自己再把它加一下 转成有没有 输入的东西如果是文字 转成数字 这个也是转成 转成数字 把它包起来 转成数字之后 再帮我相加 应该还要加起来之后 再除以3 这样的话就是平均的 可是要先加 先加了之后再除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这应该是简单的算术 不过也有更简单 你可以用Average的函数 反正这个地方可以 最后的话取到小数点的最后一位 好做完了 但是你做完之后 假如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一样可以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假如这一行我觉得没有什么信心 那你可以设个中断 再来的话怎么样 回到刚刚的表单 把它怎么样 执行起来 好 它会执行那个B01 Clicker 好 跳到这边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我看看应该基本上这个没问题 它已经帮我丢过来了 但是最后呢 平均还没有 那平均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这个 转型完60 这个没问题 除以3 好 执行 结束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不过还少什么 清除里面的资料 那怎么清除啊 实际上就把这个物件里面丢什么 空置串就好了 所以里面的话呢 因为我这边最后还没有 还没写 等于什么 空置串 OK 那这样的话 就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对错 应该是到11才对 我刚刚可能写太快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 写到11去 所以这个 最后写完 理论上 在我们的云端上有这个 写完之后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直接拿这个来call一下 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够用 慢慢打可能没办法那么快 然后直接把这些 加上去 那最后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一样嘛 就是抓到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列 就是下 然后把资料丢丢丢 平均 这个地方应该都一样 不过 我刚刚是抓上面的 当然你也可以抓 抓那个testbox 就是testbox里面的东西 除以3 取到小数点的 这个第一位 并且把游标 停在上面 这个当然你可写 可不写 主要是资料量多的时候 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要跑到比较下面 他如果没有移到下面 你会不知道说 他到底 有没有输入进去 最后的话把 这三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给清空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好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程式码 我也把它放上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 当然 这个部分写完之后 后面还有可能几个问题 比如说使用者输入的时候 他不是输入0到100 他可能是输入一个很奇怪的数字 那怎么办 你要防止他输入错误 那这个我想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办法讲 后面还有 那个如何避免使用者 比如说可能第一个输入错误的数字 第二个是 没有输入资料 这些都是比较常遇到的错误 那如果他做了这些错误的动作 你应该要怎么样 把它挡下来 不要让他往下 否则的话 你的那个资料就会错乱 那怎么样防止至少这两个问题发生 这里面的话 当然就是也是要第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他输入的资料 是不是错误的 如果是错误的话 那就是把它挡下来 不要让他往下走 至于怎么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已经有放在云端上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稍微先看过 那今天的话就先讲到那个表单 基本的输入部分 下一次的话 进阶表单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档案先存起来 下一个礼拜 可以从这边再开始 然后在逻辑函数后面 还有两个综合练习题 请各位回去也可以先试试看 可能我们大概就讲一个吧 另外一个可能给各位做练习 我可以制订 放在小吧 哪些地方 课